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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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啊 在这儿说 给我走 你请我吃饭 进去你就知道了 小丁哥 慢着点 好 别掉进去 爸爸 儿子 来 好玩吗 好玩 你们怎么在这儿呢 姐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星儿 陈星儿 这位是她母亲 听说是儿童餐厅 所以想过来参观一下 欢迎 欢迎 请问 你怎么称呼啊 讲我明明就好了 明明姐 陈星儿呢 是我们大学班里的团支书 毕业没几年 就拿到了猪块的资格 后来呢 一直在我的公司工作 这不出了点事吗 为了不肯出卖我 吃了不少的苦 这些年 还没找着工作 你的朋友一定没问题的 这以前呀我特别钦佩他 你说为了朋友 为了朋友意气 不惜配上了好几年 但从今天开始 我要开始钦佩咱们的 金国英雄了 这女同胞这么做 那比男同胞又更不容易 是不是啊 是 给您添麻烦了 我这个女儿她心眼实 就是不爱说话 以后 请老板和其他的员工 多多关照 都是自家人阿姨 您别客气 姐 星儿呢可是重年大学毕业的 不管是底子还是才能 那都没得说 姐 你为了做人家酷顿啊 你就放心吧 这么好的高材生 如果不是因为你低调 暂时韬光养晦 我到哪儿找去呀 对不对 哪儿 要不这样吧 今天就上班 我带你现在就去财务室 咱们简单办个手续 社保什么的一样都不少 好吧 现在就去 走 走过去 上去看看 随便参观参观 来来来来 多了呀 姐 没有 说什么话呢跟我 怎么样阿姨 您还满意吗 满意满意 谢谢你的小天啊 好 多亏你想得这么周到啊 不光替他找了工作 还替他帮了面子 阿姨您就别跟我客气了 我跟星儿时老同学 这么多年交情了 这点事也不交事 幸亏有你们这些老同学吧 要不 他可怎么办呢 谢谢建宗 谢谢你的好意 小野他都跟我说了 可千万别见外了 你说我这个当姑姑的 孩子都长这么大了 我也没尽个当姑姑的责任 希望现在弥补还来得及 也请你能够理解 安排了这么一个面试 但是没想骗你妈妈 就觉得这老人家 那思想有的时候有些固执 你说你现在和和洪城 一时半会也改变不了这个现状 这孩子成长就这么几年 那总见不到爸爸 是个问题 我才想到这么一个办法呢 你要觉得满意的话 你都踏踏实实在这干 小地瓜也能踏踏实在这玩儿呀 就像在自己家一样 洪城有时间的话 也可以过来看看孩子 陪陪你们 两全其美 你觉得行吗 谢谢大姐 来 喝点水 来 以后白天啊 我跟小地瓜都在这儿 你要是想孩子了 随时过来 明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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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 别这样子 往那坐着去 来 来 来来来 坐坐坐 谢谢我爸 谢谢 你别这么肉麻 快去陪陪他们吧 我去准备吃 来 来 来 你干吗 你不管我了 这是车站啊 想去哪儿 坐车去 你就是个懦夫 你明明也在意我 你为什么不肯承认呢 我知道你吃了很多苦 没有人理解你 但我说了 我不在意你的过去 我也可以跟你在海南 重新开始啊 我就是想让你知道 就算这个世界上 所有人都离开你 我也会站在你这边 只要你说一句话 你明白吗 不是 你让我说什么呀 我跟你说了我的身世 你说你不在乎 我说了我是坏人 你要缠着我 郑克星你是不是个傻子呀 非要等到受伤了以后 后悔还来得及吗 受伤就受伤了 我也认了 反正我喜欢你 我如果不说出来的话 我对不起我自己 我也对不起你 我订了明天的票了 你如果喜欢我的话 我就留下来 不然我就走了 不然我就走了 你明明也在意我 你为什么不肯承认呢 我知道你吃了很多苦 没有人理解你 但我说了 我不在意你的过去 我也可以跟你在海南 重新开始啊 就算这个世界上 所有人都离开你 我也会站在你这边 受伤就受伤了 我也认了 反正我喜欢你 我如果不说出来的话 我对不起我自己 我也对不起你 我们继续把你带上去 你之后 我会接下来 我会接下来 你去嘱 Mea 我认识 在每一个诈彩 我你最后 你会带吧 我会啥 你有个针子 我会想去 你接下来 我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管到哪里 都能看到你 不管去哪里 都能听见你 心中不满尘埃 找不到目的 你要去哪里 明明在意 却沉默着回忆 我要随风而生 轻易慢慢生气 到最后才发现 你藏在我心里 需要多少勇气 平均把爱过去 我愿意和你在一起 不管到哪里 都能看到你 不管去哪里 都能听见你 心中不满尘埃 找不到目的 你要去哪里 要去哪里 要去哪里 明明在意 却沉默着回忆 不要随风而生气 不要随风而生 轻易慢慢生气 到最后才发现 到最后才发现 你藏在我心里 需要多少勇气 需要多少勇气 平均把爱托起 我愿意和你在一起 我愿意和你在一起 在一起 我要随风而生 轻易慢慢生气 不要随风而生 轻易慢慢生气 到最后才发现 到最后才发现 你藏在我心里 到最后才发现 你藏在我心里 需要多少勇气 平均把爱托起 需要多少勇气 平均把爱托起 我愿意和你在一起 需要多少勇气 平均把爱托起 我愿意和你在一起 在一起 不要随风而生 轻易慢慢生气 到最后才发现 你藏在我心里 发现 你藏在我心里 需要多少勇气 平均把爱托起 我愿意和你在一起 在一起 轰图 来 来 来 快 快 油油油 快快快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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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算 下来 盘子 肉末准备 下 好 多放 对 你俩不嫌麻烦呀 在家切完 让徐姐做不就完了 这么折腾 姐姐你不懂吗 我不清一下厨的 我一下厨真的 没有人说不好吃的 你今天你有口福了 等着啊 来 入一下色 快 好 今儿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呀 这么殷勤 是啊 哥 你这还拿到 两瓶这个啥去 老费 放二年的 去 给我醒一下 晃 这得醒一年的 这脚真不错啊 什么特殊日子 快告诉我 行了 姐 行了 姐 你呢 就沙发上 好好躺着 等着 别把我厨房给我点了 不会不会不会 不会不会 顺台 快 顺台 好 快快快快 来 全 全吧 好 哥 你这做得真可以 你外面饭馆好吃多了 你也没去过什么好饭店 怎么样 姐 来 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那我就听假话 反正徐姐做不出这个味来 那还是比较硬 那咱俩碰一个 好 这个之前你俩为我的事辛苦了 辛苦了 姐 来 来 这说来说去这顿饭 就是为了感谢我俩准备的 就是一方面 这个还有一方面啊 这个 有一个好消息 也算是一个佳音吧 什么好消息 我姐夫要回来自首 谁 姐夫 张卫心 要回来自首 你把他找回来了 什么时候的事 你怎么不早说呀 就是也是刚找回来 我呢一直打听他消息 然后知道他在马来西亚 我就去了 过去以后我一顿劝说 他就同意回来自首了 说把剩下的钱也带回来 你辛苦了 姐特别感激你 剩下的你就不管了 你只要告诉我他在什么地方 我要找人狠狠地办他 我要出了这口恶气 姐 交给我 我替你办他 我已经找好人了 找好律师了 这个肯定清判不了 光让他坐牢我解不了气 我要让他生不如死 姐 姐 我姐夫现在已经生不如死了 什么意思 是 他在那儿啊过得不好 天天喝酒赌博 欠了很多钱 生命都堪忧 活该 然后我去看他 就是真的老了不少 头发都白了 对 头发都白了 太好了 太好 还有什么 而且我跟你说 就是他呀 那些钱他都没花了 说明呢他已经给自己 留后路了 他想到有一天会回来复发 哪里想想都可怜 谁可怜 他可怜还是我可怜呀 你俩同情他呢 你俩清醒一点 他干的那些坏事 你俩可都是知道的 我这半辈子都让他给毁了 我必须让他恶有恶报 是 姐 再怎么说姐夫也是为简家 做过贡献呢 你别瞎撑我 不是 姐 之前啊 你老说你不活在他的阴影里 对吧 现在这不挺好的吗 阳光灿烂 而且咱仨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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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团结 对不对 这就是给他最好的报复 对 对 我哥说得没错 姐 你看啊 你现在日子过得滋润 公司呢也蒸蒸日上 咱仨还这么团结 这姐夫已经比不了了 说白了 姐 你现在的层次在这儿 我姐夫层次在这儿 在 在 在这儿 脚下 踩到脚下了 好 在这儿 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你在跟他置气 这不是拉低自己身份吗 你俩跟谁是一家人 你啊 我哥真是为你好 姐 你没听过一句话吗 最高贵的复仇是宽容 书里说的 对 书本华嘛 书里华的 我 我弟的意思呢 我给归纳一下就是 张立新他已经认罪伏法了 下半辈子肯定在监狱里头 就就就就就呆着了 你说即便他要是出来的话 也没钱光棍一个 是不是 咱们现在是胜利者 胜利者得有一个 胜利者的姿态 我哥说得真没错 姐 我姐夫现在呢 就是一个落水狗 妈 咱再怎么置气 不是至于跟狗较劲吧 对 话操理不操 放过别人也是成全自己嘛 对 张立新这太 太可恨了 闭嘴 你俩一唱一喝 以为我听不出来啊 姐 姐 我跟我哥 闭嘴 假装做饭表示祝贺 你俩联合起来忽悠我呢 姐 姐 姐 我跟我哥真是为了你好 行 不是万denly 你应该估 Düny 是非凡秘币 zeggen 好 爸 西部 那大姐 这啥意思 难为止啊 这么多年 有理解 我觉得应该 应该听进去啊 就是面子上挂不住 撒 撒娇 饭也不想吃呢 这姐 我 我没猜错的话 大姐觉得这饭 可能也不好吃 太太出去 买新鲜排骨去了 说你浪费了那么好的食材 好吉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愿退赃退赔 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271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15条规定 判决如下 被告人张立新 犯职务侵占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杰总 忙活了这么长时间 总算是有结果了 不过这个结果 比咱们想象的要好 是 谢谢您啊 葛律师 不必客气 监警师 辛苦你这段时间帮忙 还是辛苦您 应该的 后续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尽管说 那 我就先告辞了 好嘞 辛苦辛苦 好 再见 前几天我跑了几个合作商 他们对我的新产品很满意 愿意试试电资 只要他们投了钱 厂子就能活 师傅的病 一样有前置 是 弄不好我们会背上更多债 张立新 我们家现在连手术的钱 都没有了 我们担不了风险了 新生产线的债务 全部寄到我名下 我来负责 挣了钱算厂里的 赔了钱 以后我顶 是 姐 这段时间你跑前跑后 也挺辛苦的 要不周末加入宏图 咱仨出去玩一趟 好 不去就不去 在家休息也挺好的 活动我以后再安排 老二 我想求你件事 你说姐 张立新进去之后 我想去探街 姐 姐夫这回回来 一直也挺听话的 庭审你也看见了 也都踏实交代了 是吧 你误会了 我去见他 不是想去刁难他 我是想和过去 做个了结 这段时间 我一直在反思一个问题 我一直和张立新玩命对着干 是因为我恨他吗 在他骗了我九千万之前 我其实恨的不是他 而是我自己 我恨那个不会反抗 被迫嫁给他的自己 我因为不能原谅自己 所以我处处和周围的人 对着干 我想证明自己的强大 因为 我不想再逼自己 做不喜欢的事情 所以我想去看看他 所以我想去看看他 我想是时候跟他做个了断 只有这样 今后的日子 我才不会受到张立新的影响 我才不会受到张立新的影响 我这么说 你能理解吗 那你这是打就原谅他了 不光是原谅他 也是放过我自己 也是放过我自己 那边 那边 工厂 这天好吗 没了自由 你说能好到哪儿去 对 不过 这以前在国外的时候 天天呢 失眠 每天把自个儿灌得烂醉 回来以后带上靠子 那倒是我睡得最舒服 最好的时候 解放 以后我定期来看你 你有什么需要呢 你就跟我说 然后你在里边好好改造 证据早上处理 不过 工程啊 你以后也别来看我了 你就让我自个儿在这里头 好好反省吧 那要是没什么事 我就先回去了 你平时也忙 别耽误了 那个公司 你就拜托你了 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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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件事 你说 我姐想见你一面 什么 不 她没什么恶意 就是想跟你说几句话 不是 洪超 是吗 你这 咱俩以前说的都 都白费了 咱不是说好了的吗 你 你这叫什么呢 你这 到最后你给我来个谢磨杀驴啊 不是 姐夫 你别误会 我姐她没什么恶意 那不可能 你姐什么人性她我比你了解 她见了我除了挖苦讽 就是嘲笑 没别的 不见 坚决不见 你死了这份心吧 姐夫 我姐要没来什么好心的话 她在你进来之前 就会失败呢 不会等到现在 而且庭审的时候 她一直挺配合的 而且我跟你找律师替你辩误 她也没拦着呀 你说她要报告你 能这么干吗 那我也不想见 之前我们俩打成什么样 我都是不知道 俩是跟仇人似的 见了面能说什么呀 不见 这不是四头苦吃吗 我姐说她想开了 她说 要是没有你的话 老姐姐二年前就败了 所以她不想跟你打也 不想跟你闹了 就想见你一面 把这事也说开了 她说 要跟你告个别 也跟自己的以前告个别 就这么一点点想法 行 话说回来啊 你说当时她要不嫁你 你也没有本钱 创立这集团 对吧 怎么说我姐也算你贵人吧 而且你们俩夫妻一场 这么多年 怎么着也有点感情 要我说呀 就见见 把话说开了 把事放下 就算了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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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打算跟她闹了 还是说要到监狱去看看她 总之吧 那八千万的事 她是彻底放下了 凌树的事呢 她也不会知道 咱们总算可以放心了 是吧 简紅长 真的辛苦你了 我也没干什么 反正都是他们自己想通了吧 凌树这边这段时间在海南 过得也挺踏实的 他挺开心的 那这值得庆祝啊 这两天我回上海 要不咱们吃个饭 行 那这次我来请客 那行 就这么说定了 好嘞 拜拜 这边和田白玉 这是手玩剑 都不太喜欢 这个怎么样 秦佳姐 你眼光真好 这是一个天亮翡翠 字地特别好 那我拿出来看看呗 好的 谢谢 谢谢 好像是很好 我爸肯定喜欢 你觉得呢 来 包起来吧 不用 这么贵的东西我自己来 不是 这是你爸爸六十大少 而且要跟他去聊 你来海南定居的事 得给他留个好印象 还是我来吧 我花钱 说是你买的不就行了吗 而且我的零用钱 都是我爸给的 对我又没什么损失 这怎么好 就这么定了 包一下吧 好的 秦小姐 请您来边骚坐一下 好了 您要是想表示的话 你就下次和我一起回去看看他呗 这比苏什么都强 又谁 喂 蒋公图 怎么了 可欣 哪儿浪呢最近 跟我男朋友在一起呢 怎么了 我没听错吧 郑小姐 你能交上男朋友 我以为你非我莫属了吗 去你的 什么事 你之前不是说 你要开发票那个事吗 我准备把我那小公司 转手卖给别人了 你要还开的话 抓紧给你开啊 什么情况 干不下去了 我准备在集团干大事 就那点小奔满 我根本看不上眼 你又吹牛 还不是靠你哥啊 那也是我本事啊 好 你牛你牛 发票的事我让财务和你对接吧 然后趁你卖公司之前 你就帮我把数凑齐呗 那你就好人做到底啊 行 那待会儿我给你开呗 浪漫吗 不打扰你了 发票的事 我发小公司要卖了 趁他卖之前 帮我再凑几笔 把数凑齐了 谢谢啊 二位请慢用 可欣啊 要不发票的事 算了 公司也住宵吧 我不想你冒险 可你之前不说了吗 你朋友用这招 也没出什么事啊 此一时非彼一时 万一审查毕业了呢 可是再差几笔就报税了 现在放弃 不是前功尽弃了吗 不管税报不报上去 记录是存在的 万一被发现了 还是有很多麻烦的 你放心 知道这件事的人 不超过一只手 全是我身边最好的朋友 谁会暴露啊 你想多了 可欣啊 接下来这段时间 你跟我都待在海南的时间 比较多嘛 我不想看你来回跑 太累了 以后 挣钱养家的事 你就找给我 你要相信我 以我的能力 一定能挣到你想要的 我不会辜负你的 宁术 我不要别的 我只要跟你在一起就好了 那好 那你乖乖听话 把公司注销好不好 好好 都听你的 是吧 不过注销公司这么大的事 我肯定得回去和员工们解释解释吧 还得准备资料清算什么的 少说也得好几个月呢 不过我答应你 只要我一有空 我就去办 可欣来了 孙叔叔 可欣来了啊 这位是 他是我男朋友宁术 叔叔是这的老板 叔叔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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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伙子看得挺精神啊 可欣长大咯 可欣啊 你爸最近那么忙吗 都不来海南玩咯 工作不忙 忙着给自己过生日呢 这回啊 我是没时间去领水了啊 我帮你班呢 准备了份礼物 我帮给他 不用孙叔叔 您太客气了 咱俩家你还这么见外 来来来 跟叔去拿 坐 坐 坐一会儿啊 那你等会儿我啊 来来来 走吧 可欣呢 可欣 要不我跟你一起回领水 真的啊 你要陪我一起回去 给我爸过生日 我想了一下 如果你的公司住宵 需要很长时间的话 其实可以转卖 你只需要找到买家 其他的我都能帮你处理 流程啊 手续什么的 我都相当了解 你就回去好好陪父母 剩下的都交给我 你看行吗 你要跟我回去 就是为了这件事 可欣 我想过了 这件事越拖越麻烦 必须尽早解决 可哪件事重要啊 我爸爸六十大寿 你都跟我回去了 也不准备见见他们吗 你爸爸六十大寿 来的都是亲戚朋友 我突然出现 比较唐突 不如这样 我先帮你呢 去处理公司的事情 等处理完了 你们也庆祝完了 我在周冬 请你跟你爸妈妈 一起吃个饭 这样不就两全其美了吗 这还差不多 走吧 你要回临水 去看可欣的父母 是啊 可欣决定定去海南了不是吗 我想趁他爸爸大寿的时候 去见见他们 那他们也商量商量 而且 可欣的公司啊 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处理 他一个人忙不过来 可灵水 毕竟是是非之地 我担心你要是回去 被见家人看到怎么办 妈 你放心啊 这次回去呢 我除了去可欣的公司 就是在可欣家 不会乱跑 而且很快 很快就回来 要是 你一定想要回去的话 妈陪你一起回去 不是 妈 你也别太着急吧 现在双方父母见面 也太早了一点啊 妈是想 去看看你爸 你和可欣 现在这个事情 我是很为你们高兴的 可欣是个善解人意的好姑娘 所以我也想回去 给你爸爸念叨念叨 另外 我们以后就要在海南定居了嘛 回灵水的机会 肯定就很少了 也算是跟爸爸告个别 还有呢 我就是要回趟家 把一些必要的东西都搬过来 以后 你不是要在海南买房子的吗 妈就想着 把灵水的房子清空卖掉 反正 我就想着能够回去一趟 心里就觉得踏实 行 还是您小的周到 那好 那你就去订机票 收拾行李 妈现在就去给你姐打电话 让她在淋水和我们碰面 好 这些货我俩要好好直播一下 应该能赚不少钱 现在就这么便宜卖了 是不是有点亏啊 阿姨 成大事者不拘小杰 咱俩以后啊 就是利新集团策划部正副手 经手都是千万上亿的买卖 这点小本买卖咱别留恋了 好嘞 小胖 把货盘清楚了啊 好 哥哥 大衍 大衍 喂 吧 咱俩 怎么了 摆摆了 这样有吗 有 的确在在人家窗户对面 那你 你先忙去吧 这事你必须给我一解释啊 为什么别人仓库对面 都没摄像头 就我对面仓库有 什么意思 监视我 这是你们失职知道吗 真对不起啊 您也别生气 我们也不知道 他们在门口装了摄像头 有可能是防盗呗 你们园区不是有 防盗摄像头吗 为什么还在自己 仓库外面装啊 再说了 你装防盗 应该是冲着里面 为什么冲着外面 还那么隐蔽 你觉得这可能吗 您别生气 这件事呢 的的确确是我们的疏忽 我就好好商量 好商量也行 你现在告诉我 对面仓库是谁租的 这个真对不起 我们没这个权限 这属于客户的隐私 行吧 你今天要不给我解释清楚啊 那咱们就法院见 到时候呢事情闹大了 我看谁租你们了 等等 就这一回啊 三十六号库 成租人 宁术 宁术 你们了 我把我当你 你们了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看起来气色还不错 你觉得我应该怎么样啊 生不如死 你要是一直逃亡在国外 那才叫生不如死 那现在这样 应该好多了吧 姐明明 你是不是来讽刺我的 老张 我明白你恨我 又很深的恨你 我也恨你 特别是你骗了我 我让财哥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 我都想杀了你 可是你回来后 老二来劝了我 再加上庭审的时候 看到你认错的态度 我突然就心软了 仔细想想 毕竟你帮过我 帮过我们捡家 如果没有你 集团恐怕早就完蛋了 所以 虽然我不想说 但我也得承认 你是我们捡家的恩人 我应该谢谢你的 那你要是这么说 我也该谢谢你 要是没有你 我这辈子 也就是一个 默默无闻的小工人 也不会过上 这二十多年的富裕日子 这笔账 咱俩扯平了 是啊 咱俩斗了二十多年 真没必要再斗下去了 把这些话都说开了 你我也就安心了 以后你有什么需要 一场人告诉老二 或者直接告诉我也行 毕竟咱俩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 我对你还是比较了解的 以后我也会定期过来看看你 带点你喜爱的书报给你 你在里边也可以消磨消磨时间 给自己充分点 等你出来了 别落后这个时代太多 干嘛 我是真没想到 你还能这么对我 我谢谢你 和我还客气什么呀 我现在啊 我现在真是后悔 怎么就做出这样的事来 弄得六十的人了 还得亡命天涯 老得现在这个地步 都是过去的事了 别想了 凡事朝前看 朝前看 我现在都土埋半截子了 等再出来 还能看见什么呀 我就是恨了自己啊 怎么就鬼迷心窍 干了这违法的事情 已经这样了 已经这样了 就别再自责了 我原谅你了 你也原谅你自己吧 你说什么 咱俩毕竟夫妻这么久 得饶人处且饶人 再说你也是因为 一时想不开 才做了对不起我的事 我真的不计较你了 你不计较你了 咱俩谁应该原谅谁呀 当初要不是你 拿着那些假材料来逼我 我何至于卷走这八千万呢 我现在回来坐牢 那是我不愿意跟你计较 你知道吗你 程丽心你什么意思呀 你不是悔改呀 我改什么我改 你以为那八千万 人家真的是冲着我来的吗 我告诉你 是我替你挡枪 才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要是没我 你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你放屁 八千万是你拿走的 是你想要害我 我就不应该对你这么客气 我已经跟他看见你去死 你就是个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的玩意儿 人家老汉 连世仇都能放下 你瞧瞧你这副嘴脸 你就是自作自受 自始至终 就是你连累了大家 你就等着自生自灭的你 你什么意思 你把话说清楚 从小到大 你得罪了什么人 你不知道吗 是谁一直想要弄死你 你不知道吗 我告诉你 我呀就是个棋子 这好戏才刚刚开始 张立新 你给我回来 你把话说清楚 张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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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 你把话说清楚 张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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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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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得怎么样 挺好的 该说的都说了 我看聊挺长时间的 感觉上应该聊得还挺顺畅的 不管怎么说 这事也算尘埃落定了 咱们以后呢 好好过日子 不想了 这倒饭点了 要不叫上红图咱俩吃个饭 我累了 我想先回去 那行 来 妈 姐姐 终于回来了 可欣 终于见到你了 终于见面了 你怎么比视频里还好看啊 阿姨 你们家都什么神仙基因 你们都饿了吧 咱们一起先去吃个饭吧 不用了 我们在飞行上吃过了 今天是肯定他爸生日 他得回家一趟 这样吧 姐姐 改天我做东 请你们一家人吃饭 今天我就先失陪了 好 拜拜 拜拜 注意安全啊 拜拜 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好 拜拜 那样 会会呢 他在考试呢 在爷爷奶奶家 他说了 一考完试就过来陪你了 好吧 姐 辛苦了 那你怎么那么客气了 我不客气了 姐 来 你来 这小子 妈 这套都给你们套好了 但是这个床单呢 好像有点旧了 我明天给你们去买两套新的 不用麻烦了 反正待几天就走了 对付对付就过去了 既然回来了 就多待几天嘛 把东西收拾好了 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 再早也不迟 算了 待得越久就会越流列 再说这儿也不是那么安全 我们还是早点走吧 妈 你看咱以后定居海南 有山有水有儿子 还有波浪仙人掌 波浪仙人掌 如果在海南待得不开心了 来到中国最富的城市上海 看您的漂亮女儿和你的外孙 王太后般的生活 是啊 妈 现在还多了一个儿媳妇 人家可欣长得又漂亮又懂事 您现在不用担心 这位先生会孤独终老了吧 还让我给他介绍女朋友 还有这等事 你们两个真是的 妈妈是有点触景生情 可是我在海南住的这些日子 我还是挺喜欢那儿的气候和生活的 很轻松自在 最主要的是在那儿 我觉得心里很踏实 心里踏实最重要 对 好 也不早了 我去收拾一下东西 你们也早点睡 明天我们还要一块儿去墓地呢 好嘞 好 晚安 妈 晚安 晚安 可欣答应给你去海南 他们家人同意没有 叔叔阿姨倒是蛮真实的 这次过来也是拜访一下他们 然后跟他们说一下 让他们放心 人家女孩愿意跟你去海南生活 你肯定好好对人家 工作上的事有什么打算 你需不需要我帮忙找找关系 海南那边地产商还挺多的 蛮多机会的 其实我已经找到了我想要找的工作 放心吧 我会自力更生的 行 终于安稳了 我怎么这次回来还觉得妈 脸色可好看了 觉得她年轻了好多 是不是 放心吧 姐 我不会让你跟妈失望的 我也继续这样踏踏实的工作 一直安稳下去 好了 姐 你赶快去我房间休息吧 我这里 要给可欣打个电话 看完人家说得没错 爱情真的是会改变一个人 你以为那八千万人家真的是趁着我来的吗 我告诉你是我替你挡枪 你这一辈子得罪了什么人 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是谁一直想要弄死你 你不明白吗 姐姐姐 我告诉你 我只不过就是个棋子 好戏还在后头呢 走吧 走吧 妈 姐 你们先回去吧 我去找一下可欣 她公司还有些事 我去帮忙 好 那你自己注意安全 行 早去早回啊 嗯 姐 你带妈去吃饭 我下午就回来 好 你是说 这摄像头里的相机卡也是宁数开的 对啊 我特意问了我朋友 他说这个摄像头里的刺激卡 必须要本人实名登记才行 这不会有错的 看这小子真是突破不轨啊 我是觉得 崇明的人有那么多 我们也不能完全确定这个人 就是你之前接触的宁数 李垂多大点地方啊 还有哪个宁数 没事按摄像头监视我 田哥之前不就说了吗 说这小子就是一江湖骗子 专门去一些大公司 搞一些偷鸡摸狗的购档 别不是想找点麻烦了吧 我估计啊 我估计他就是给我名片的时候盯上我的 就是咱没发现 你觉得可能吗 就我们那公司 一个月都卖铺几单 他盯我们 太逗了吧 你说得也对 那为啥呢 要不这样 我们跟你哥或者跟田哥打个招呼 毕竟他们就是这个人的底细 你真觉得他们不够忙是吧 就这么点小事啊 咱们俩自己解决 我妈怎么解决啊 姜总 你稍等 不急 不急 哥 哥 简秘秘来了 说是要见你 谁 简秘秘 哪个简秘秘 就之前立极集团那个 这姐姐怎么突然来了 不知道 说找你点事 请她进来 我已经把她带进来了 怎么不早说啊 姜总 欢迎欢迎欢迎 欢迎 您好 您好 不请自来有些冒昧啊 没事 没事 请您原谅 没关系 没关系 您是 有什么事要吩咐啊 还是关于张立新的事 有些问题想要向您请教 张立新的案子不是结了吗 法庭上咱俩都在 还有什么问题啊 这件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 我去探视张立新啊 她无意中说出来 她说她也是被人利用 背后有人想要害我 张立新是你老公 你比我了解她 她说的话你能全信吗 对不对 我还是那句话 事过去了就翻篇了 蔡总 您就帮忙给回忆一下 张立新当时来找您谈卖地的合同 有没有别人给她出主意 身边有没有一个幕僚一类的人 跟着她呀 幕僚 狗头军师呢 可能也许有几个 但是她每次来找我都是一个人 其他我还真不知道 那她一开始是怎么找下您的呢 据我所知 我们立新之前 没跟您打过交道 不是 大姐 咱是不是上次那事还没完啊 您这是来我公司找她这个 伺机报复 财总 您别误会啊 没 没别的意思 现在有人想要害我 你说我一个付到人家 我是真没办法 行行行行 我知道了 她是这样的 之前呢 那个人和地产那不靠谱的经理呢 给我介绍了一单生意 说这单生意呢有钱赚 我就联系了张总 而且这里面呢 都是正规流程 没什么可怀疑的呀 人和地产 什么经理呀 宁术啊 你弟没跟你说过呀 我弟 蒋洪诚 对啊 他认识宁术没跟你说过吗 那你可能真不知道 是这样吧 张立新走了以后 不能说走 张立新跑了以后 宁术呢 就愣没认出来 张立新做的这个合同是假的 我打一开始就怀疑 宁术跟张立新是一伙的 就准备要办他 结果你弟非要保他 保走了 我弟 他为什么要保他呢 他也没说得很清楚 反正恒恒惚惚的 我就觉得宁术呢 其实呢 也没犯什么法 我也没必要追究人家 对不对 还有 我觉得你弟人不错 想跟他交个朋友 何气生财吗 何况你弟还给了我一单生意呢 有什么不妥吗 财总 这样好吧 您交友广阔 能不能帮忙 打听一下这个人详细的来历和底细 这个人有什么可查的呀 你想想啊 一个连合同都看不明白的人 怎么利用张立新 别闹了 我这还有事呢 财总 如果您愿意帮我这个忙 我也愿意和您和气生财 目前我是利新集团最大的股东 我手上有百分之六十的股份 财总您是生意人 您应该很清楚 一旦开董事会 我手上的这些股份 足以控制利新任何决策的方向 如果财总肯帮这个忙 我保证日后用我所有的能力 让利新在投资上 多向财总公司倾斜 多和财总合作 有钱不仅咱们一起赚 还让您赚得十分满意 您觉得呢 资料需要多详细 家乡几万 父母兄弟 在哪里上的小学 中学 有没有搬过家 有没有改过姓名 总之是越详细越好 简总是认真的 那个工商变更的资料 已经提交上去了 然后回头你做一下资产评估 然后再跟你那个接手的朋友 把那个合约签了就行了 辛苦你了 亲爱的 有你帮忙就是不一样 你那边怎么样 我把那款玉给我爸了 他特别喜欢 我就顺势和他说了我们以后的计划 他很支持 还说可以把一些海南的业务 给我们做呢 是吗 这么顺利啊 那叔叔一点都不担心你去海南 当然担心了 担心以后我欺负你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请客歇恩啊 择日不如撞日 要不今天吧 请你们一起喝一杯 顺便跟叔叔讨教一下 如何对付你 那等会儿见 拜拜 来 小妮啊 我可跟你说啊 又开始了 可欣可是我们家的掌上明珠 之前那么多人追他 我都看不上 你小子可得好好珍惜啊 爸 你说什么呢 是我追的他 不不不 能追到可欣是我的福气 我可告诉你啊 我现在只是同意你们交往 之后怎么样呢 还能看你的表现 你可不能欺负他 别还以为现在在海南 就天高黄地雲 那边我可是有人 哎呀 你乱说什么呢 你看你 爸 你又喝多了 怎么 我唠叨两句句还不爱听了 能唠叨不 能 你放心吧 您说他对我很好 什么都依着我 你女儿什么性格你不知道 我不欺负他就不错了 对吧 就是说嘛 这小宁啊 一看就会照顾人 这一坐下来就没闲着 这不是给可欣加菜啊 就是给你倒酒 这一看哪 小宁就是个细心的人 女孩子天生就是要被宠的吗 也请叔叔阿姨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对她 不让她受委屈 这句话我也听 小宁啊 别嫌叔叔烦 叔叔就这么一个女儿 是得多唠叨唠叨唠 是 要您不给我唠叨 我反倒是心里不大踏实 那谢谢你啊 这点小意思你拿着 不行 拿着也没人知道 真不行 拿着拿着 那你们快点啊 谢谢你啊 来 走一个 你怎么又让她喝啊 她不能喝 她酒量不好 你少喝点 你看你喝那么多酒干吗呀 没事 这不是高兴吗 你高兴也不能这么爱啊 要喝您自己喝 别拉着您说 难得叔叔开心 这小宁 来 干一个 真是个实在人 这小子不接电话 谁打 小宁啊 这高兴我喝多了 你把你包飞了 高兴啊 叔叔这次喝多了 叔叔高兴多喝点 不要见过呀 下次去海南 叔叔请你 没错 咱们再喝 好 喝喝喝 来来来 爸 小心点 慢点 小心头 小心头 你看看 小宁啊 不好意思啊 你叔叔一高兴喝多了 让你见笑了啊 没事 开心就好 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不了 我还有点事你照顾叔叔吧 那我们走啦 好 你小心点啊 你到了跟我说 好 拜拜 拜拜 还不及啊 喂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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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看您一直打我电话 有什么事吗 你好 请问你是宁树先生吗 是的 我们这里是那个 临水平安仓库管理处的 我想问一下 您前不久是不是在我这边 租了一仓库啊 是的 怎么了 是这样 您那个仓库啊 又到期了 我们想问您还需不需租 我不租了 您不租了 那您能不能这两天过来办一下手续啊 因为您仓库里边还有很多货呢 仓库里没什么东西 要不你帮我处理呢 不 那可不行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权限进您仓库 去搬东西 您还是来一趟吧 再说您那个押金不是在我这儿吗 押金先不着急 我现在在外地 要不你打我卡上 这样行吧 那个您写一个委托书 委托我们帮您搬 请您谅解啊 我们有点着急 因为您对面的一个租户啊 想租您的仓库 所以 什么 对面要租 对 您对面的人要租 他们想扩大规模 把你们那个仓库 还有隔壁的仓库都租下来 所以还是请您来一趟 如果实在来不了呢 我回头我给您个邮箱吧 您把这个委托书 发到我的邮箱上也行 不不不 这样太麻烦了 要不我找我朋友 过去把这事办了 你看行吗 好好 那也可以啊 那您这两天能过来吗 我尽量 好 那太谢谢您 谢谢您配合啊 谢谢啊 再见 我刚听声啊 就是给我明天那个宁术 我现在百分之百确定了 就是他 是吗 对 但是我刚才听他那意思啊 他不一定能来啊 他肯定来 为什么 你没听你刚才一说 说对面仓库 也就是咱仓库 要租 他心里就虚了吗 他心里一定有鬼 他现在来怎么办 啊 手中带兔 啊 喂你好 是核心车行吗 啊 这样 我要租一辆皮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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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帮忙吗 妈 您看看这些哪些是要留的 这个不用 这个 这个也要 对吧 悠悠 我有个想法 既然我和你弟弟 要到海南去定居了 这套房子就没有人住了 所以我想 咱们不如把这套房子卖了 到海南去买套房子 你觉得怎么样 这是好事啊 我支持您 一会儿啊 你啊帮我到中介去问个价去 我们做到心里有数 如果 钱不够的话 我和你弟弟啊 还有些存款呢 妈 要换房的话我也出钱 不用 不用你破费 这怎么叫破费呢 既然要换 咱们就换个大点的 到时候我跟辉辉去海南 也住得下 一家人在一会儿多开心 真是的 我怎么把灰灰给忘了 好 对了 悠悠 你今天中午想吃什么 我一会儿给你做 我中午有点事 得出去一趟嘛 我下午回来陪你一起吃 好 您看这个 这个小本子 还留不留的 我觉得很可爱 放棍已经气候了 你这么快就接了 我 我玩游戏呢 怎么了 我听老田说你在淋水呢 在淋水 不是 你打听我情况 你就直接给我打听过了 你找他干吗呀 我这不直接找你了吗 怎么着 约饭啊 对 约饭 真是啊 还有点别的事情要跟你说 那 那行 那你把时间地点给发吧 我现在就在淋水呢 地址我一会儿发给你 半小时以后见可以吗 好嘞 想啥来啥呢 宁总是吧 我说宁总这么体面一人 怎么也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啊 你给我送开 你刚刚找什么呢 是找这四季卡吧 我不懂你什么意思 我提醒你一下啊 这个摄像头里的卡 是注册在你名下的 对面仓库也是你租的 说吧 你安摄像头拍我仓库 想拍我什么呀 我安摄像头防盗 关你什么事啊 你这理由真好笑 你看谁家安摄像头防盗 摆摄像头安仓库门口啊 还对着我仓库门口 你今天给我说清楚 要不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啊 你自我感觉也太良好了吧 我拍谁给我拍你啊 这破仓库有什么好拍的 你还骗我是吧 你还想打我是吗 打呀 你绑我打我 警察早晚抓你 打呀 来啊 别打别打 别打别打 把嘴给我闭了啊 不能打呀 怎么了 你给他打坏了谁要负法律责任呢 你觉得挺硬是吧 你以为你之前干什么勾当 我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我哥还不知道吗 行你等着吧 我这就叫我哥过来 咱们心脏就让一块儿算 看着他 林叔的女朋友 也是咱们临水人 叫陈可欣 这缘分吧真的挺奇妙的 他们之前在临水就认识 但没谈恋爱 居然去到海南 两个人被撮合到一块儿了 挺漂亮的 那当然 我弟眼光错不了 最重要的是 他也愿意去海南生活 这次回来 就是要把这边的事情处理好 再跟林叔一起去海南 我妈也决定了 要把临水的房子卖了 跟他们一块儿去海南过日子 你看 这是在天下海角 对不起啊 什么对不起啊 这是不是有点不好啊 我本来让宁叔去海南 是为了暂时跟我姐隔离一下 你看现在两家事基本上 也解决得差不多了 他这定居海南 我反倒有点过意不去啊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这是他们自己的决定 我看得出来 他们是真心喜欢海南 愿意去那儿生活 真的 你放心吧 那 那行 那就为我们两家现在 团结安定 咱碰见 你说啊 有时候这爱情 还真能改变一个人 是啊 年轻人 为了爱情可以放弃很多东西 那我们这年纪不行吗 我们 人到中年了 你更得热爱生活呀 要不然等老了主管了就来不及了 你更得热爱生活呀 要不然等老了主管了就来不及了 谁呀 谁让你摄像头 这人你跟田哥都知道 就是田哥之前说的那个江湖片子 叫宁术